我从小就比较爱动爱跳 如果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听到音乐就会跳起来 从四岁开始就跟着老师一起学习中国古典舞 当我在17岁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要拖到军装 想要看一些部队以外的一些物种 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依然决定拖掉军装 然后考着到北京武道学院 当考着到北京武道学院的时候 其实比较波折 因为我爸妈不太同意 我爸妈觉得到了二胖文工团工作 是一个很安稳比较适合女孩子工作 所以爸妈不愿意让我脱掉军装 然后再要自己重新再考大学 再要还要重新找工作 我的性格是比较感性 但同时在我内心当中又比较坚强倔强 当在17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很安稳的工作的话 对我来说比较 比较一个很安稳的状态吧 可能不是很适合我的性格 那我背着我爸妈呢 就跟着同学去参加了北京武道学院的考试 跳舞的时候 对我来说 有的时候大脑是空白的 但突然间 可能不知道 听到一种声音 或者是 某种触觉 会引导我 然后我一直会跟随 跟随这种触觉 会一直会跟随下去 可能打破这种触觉到另一方面 但当有的时候 记性舞蹈的当中呢 我听到一些音乐 可能真的是完全非常 去跟随这个音乐的旋律啊 和它的这个频率和节奏 完全没有任何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在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完全跟随着我的这个内心情感 和音乐的融合结合去流动去移动 就是我 爱你 爱你